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我们将与你共同回顾此次峰会的精彩篇章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 产业发展要有特色 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媒线峰会围绕乡村振兴 媒线先行主题开设论坛 吸引了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近400位嘉宾参会 来自全国各地70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聚焦 为媒线的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力量 千年古镇松口是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媒线峰会的首站 4月17号以后清晨 松口镇大黄村沉顺多年的古医岛正在渐渐苏醒 喜迎前来参加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媒线峰会的客人 步行在古医岛 优优独立在古码头 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保护完好的古建筑古树群 都在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振兴之梦 古村落的资源保护得很好 从下一步发展的事实上 咱们在利用乡村古村落资源 推动乡村建设 应该是有很多好的想法和打算 一路上的话 这人情啊 凤土啊 都是一个用心去打造的 这个很棒的 这个很棒的 好好黑龙天大人类 爱好浪终于有心潮 你若梦到云在好笑云飞 你若睡在地面宝贝幸福 很有地方都是我平时以来 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 第一次听很热情啊 然后唱得很好听 嗓音都很好 好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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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江荡漾 登上货船码头 行走于谷街 重走南洋路 前来参会的客人 感受着千年古镇的繁华与风情 古镇 古村 古一道 为中国乡村复兴论坛 眉线峰会 提供了富有客家风情的现场 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在梅县区南口的桥乡村 拥有一百多年律史的南华幼奴 一场精彩分成的客家民俗表演 正在进行 一位提现木偶表演者 用木偶手中的毛笔 写下乡村振兴 梅县先行八个字 向嘉宾们展示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肌肤特色的武师表演 带领着嘉宾走在乡间小道上 让这个平日里安静的小人 变得热闹非凡